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少有的 在美国的三个著名的学府当中都任教的中国人 有关他中国历史的内容和他对事情的看法 有他非常独到的一个概念 我看过一个短篇的介绍 一个短文的介绍 不是他自己的原话了 他说1978年他曾经率领着美国的著名的汉学家回国 去考察 那应该是他中间相隔了很长时间了 他当时说的意思就是说当他回国去考察的时候 让他非常震惊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完全是一种革命式的关系 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 类似了 不是原话 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信任感 中国的真正中华民族的传统的道德文化 全都被摧毁了 这是让他非常伤感 然后他讲说 其实我等于没回国 因为我的故国 我的故国不是这样 这不是我的故国 我也跟大家讲个笑话 北京大学成立116周年 在北京大学有116岁的年龄的情况下 庆祝祖国65周岁 乱伦 他说的就是乱伦 所以荒诞荒谬的爱国主义 但就可以影响着十几亿人 就可以影响着大家伙在看问题的方式方法上 就像很多人在我留言 共产党是有问题 但你不能不爱国呀 赚不过这个牛这个筋来 这不是你的国家 这是共产党把我们的国家抢了 他出了一个名 叫共产党的国家 抗争中共 抛去强盗者 那才叫爱国 这是我觉得非常 很多人要清楚的 而你怎么能够清楚呢 我们一直提到灵魂的概念 我们一直提到灵魂的概念 灵魂上 我们的真正的倪湾宫里面的真实的我们的自己 我们的思想 抛去共产党的想法 抛弃共产党的方式 我们才能看清我们做人的本来的一面 非常关键 非常关键 对吧 共产党说的方法论 认识论 什么变种 唯物论 爱什么论 什么论 他的一切的概念 就是把我们自己的灵魂给寝湿了 这是我眼睛里说的 退党 退团 退队的 真实的意义 你可以不承认你的 你有另外空间的生命 你什么都可以不承认 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人接受自己是有灵魂的 没错吧 如果我们人是活的 那我们的灵魂也应该是活的 这是没错的 对不对 当我们的灵魂被人家禁锢在一起 这样灌输式的教育 共产讲得很清楚 党的一切必须透过灌输的方式 灌输式的教育 不就摧毁了我们自然的天性吗 那如果我们的灵魂是活的 它的灌输的方式 可以把我们的灵魂影响了 我让你退党退团退队 不就是恢复我们自己灵魂的本来一面吗 天真的一面吗 体与天地间同在的一面的 生灵的自然属性吗 没对你有任何伤害 没对你有任何伤害 你可以不相信神 你可以是无神论 但是你是无神论 你也承认自己的灵魂是活的 那你不能你一块肉 跟你的灵魂是死的 那一块死肉 死嘎巴 不可能吧 对吧 你也不会那么认为自己吧 我自己觉得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已经讲得很透彻了 它的就是退党退团退队的意思 就是抛弃那被灌输的东西 你要恢复都把它看成活的 如果灵魂是活的 它死的东西能怎么能够禁锢活的东西呢 禁锢不了 对吧 但为什么又能禁锢呢 当你的灵魂被羞辱 被屈辱之后 你的灵魂不能恢复自己生命本来的那一面的时候 为什么 你的灵魂随着被侵扰的时候 你驱逐于自己的 你屈服于自己的欲望 屈服自己的利益 屈服自己的想所得所求的时候 怕自己被伤害的时候 就扭曲了这天地间自然的属性 灵魂天地间的自然属性 所以这是我跟大家 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到 退党退团退队 对吧 余英石老先生没说这话 但余英石老先生说 那不是我的故国 他已经把我的 把他本来的中国的东西 中国人的东西全摧毁了 对吧 中华人民祖国 有个人爱国主义的 祖国成立六十五周年 你只有六十五岁 你怎么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化 你自己只说你自己六十五岁 你不是自己强奸了另外的五千年的东西吗 这都不用算数 但他为什么大家就能给迷惑了呢 我没说看不起大家 我自己在其中也是被迷魂 没跟你说吗 那时候五年一小庆 十年一大庆 跑到房顶上就等着看饭花了 住辅游界 那时候只有在这个田门广场才放礼画 坐在那个原来那个浮游界那边都是老四合院 有朋友说了 涛哥没了 你的家那都没了 那都盖起小楼了 那小楼在住那些小楼里的人都是中南海里的人 是那块地方老好了 是没了 传统的东西都被他们摧毁了 所以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个角度 退党退团退队也好 是恢复自己的灵魂的一面 而于英时老先生直接针对现在香港的事情 再一次把他做人的态度拿出来 网上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 请不吝点赞 trabajo 先生先生 報告 星云 余英时老先生直接讲说 香港占中对中国影响深远 这件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文章提到说 中共当局上个星期开始禁止他的所有的书籍了 但他自己都不知道 但他直接讲说 不清楚为什么或者什么理由 不许他的书来卖 但是他认为占中会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带来极其深刻的影响 那他的书 他的作品在中国被禁止 是《华盛顿邮报》在星期二的报道提到这件事情 而余英时 他曾经任职于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家 历史学者 他不仅对台湾的太阳花学院公开表示支持 而他现在对今天在香港发生战中的事件 学生也表示不要放弃他们抗争的行动 我网上看到一个短文 因为写的比较长 黄之锋自己说的 他说基督精神使得他有了这样的魄力和认识 这是非常特别的 只有今年大概才18岁的黄之锋 被德国很多欧洲媒体称为是当年的大卫 就是米开朗基罗克刀下的大卫 那这里面蕴含的总是有着对神的敬仰的概念 而黄之锋是随着父母在他的生长过程中 去到各家去传教 大概是不是完整的准确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他深受自己父亲对信仰的理解 那同时呢 余英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 他也提到说 香港的战中运动本身 对中国人本身的民心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而中共领导人呢 确实对这个有所担心的 因为这种冲击 这种概念 这种对人性和尊严的坚守 这是埋葬共产党的真正的戾气 对吧 他的戾气在于雨伞 在于和平 在于内心的善念 我跟大家描述过 在修炼中理解到了善的力量 其实战中表现出来的是有这个成分在里头 余英时接着讲 我想他对人心会有影响的 许多人会暗暗叫好 虽然不能公开支持 不会有人公开站出来支持 因为共产党是不允许的 不过人心产生作用是最关键的 他也提到说 中共领导人不会接受民主的 这一点上跟国家大小没有关系 任何执政党都不希望有民主 所以他就提到说 作为政党来讲 他很希望自己说了算 我记得奥巴马自己也描述过 他被这种民主制度 恶制度捆住他的手脚的时候 他也觉得挺难受 也表达过类似的概念 但大家想过吗 这正好迎合了 现实人生活相生相可的道理 所以他就能够被人们接受 而绝对化的东西 中共绝对化的统治本身就是魔鬼的 他有拥有于现实人正常生活的 相生相可的道理 所以他提到说 习近平现在走的应该是毛泽东的路线 只能加紧对人民的控制 所以这是我跟大家提醒的 习近平不摆脱中共 他就永远这个盆子就会扣脑的 他跑不了 而这个制度 这个体制就是在他手里 就是他的选择 你要是选择人性的 还是选择这个东西 那如果你想 以任何方式想维护中共本身 你就会发觉 所有的人都认为是你错 所以解套呢 也容易 今天他是总书记 对吧 你解套也容易 你在你的手里埋葬中共 这就是我说的 顺天一而为之 你怎么做都成 不用害怕 而你想保他的时候 你怎么做都不成 这就这么回事 今天江家帮在利用共产党的制度 在吃死你习近平 这个这就是在我的眼睛里 是非常清晰的故事 余英时讲说 统治者可以找任何理由反对民主 那没有什么办法 他不肯放权吗 所以 所以我们目前可以看到 跟共产党讲理 你是讲不出理的 那余英时接着讲说 社会变化比人的主观力量要强了很多 世事多变 世事无常 社会文化都在改变 他说这种情况 不是今天的当权者能够如何的 其实这是他从历史的角度 人的层面角度去看待 如果我们从真正信仰的角度 天地人合一的角度 中国传统的文化角度去说呢 不就是天意吗 对吧 环境的人 每一个人都想按照环境 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而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伤害 被自己伤害 因为他都想改变周围的一切 让他顺应自己 但周围的一切 说句不好 说句最直接的话 你媳妇都不会满足你 你老公也不会满足你 所以在家里两口的老伴嘴 你还想让别人都随着你的主观意识改 怎么可能呢 人从来没说了算 所以我刚才讲得很清楚 自己的灵魂真正能够依附于天意 上下天地间 自然的属性就被救赎了 而这个救赎的前提 就是拒绝中国共产党 那按照余英石老先生讲得也很清楚 无论你认为自己的权力有多大 你的主观想法有多强 那是你自以为是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